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5号星期二 之前我们说在5月1号的时候 国务院派了督导组 抵达了黑龙江 率队的是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的党组书记于彦宏 对吧 我还说黑龙江如果相信中医中药的就有福了 这次有药吃了 但是要不相信的 这次头疼了 不过还好吧 中国人里边我觉得中医中药 还是有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对吧 不是说什么莲花清瘟 是现在全世界最有效的抗新冠病毒的药物 是吧 然后黑龙江的省领导就简直疯了压力善大 据说习近平对黑龙江这次非常的不满 黑龙江全省几乎是所有的领导班子 是清朝而出 20多位领导省领导 集体用行动向中央表态 要与病毒共存 不是 要跟病毒抗争到底 要分个你死我活 说是黑龙江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 前往了哈尔滨新站 哈尔滨海关和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督导疫情工作 然后黑龙江省的省委副书记陈海波 啊 呃 省人大 常委会的党组书记 副主任胡雅峰 分别前往了这叫什么隋化市的 还有庆安县和北林群 还有像什么望奎县的督导 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省委委员 副叫什么隋分和疫情防控组 前往了牡丹市和林口县的督导 黑龙江省委常委 常委副省长林海涛到齐齐哈尔市 然后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永康 还有副省长徐建国 前往了哈尔滨市道理区督导 然后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毕宝剑 前往哈尔滨市到外区督导 黑龙江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代主任张维 省政协副主席吕威峰 到了哈尔滨市的木兰县督导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然后去了哈尔滨市的忽兰区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本涛 副省长陈颖到了大庆市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安利 副省长陈志明 到了哈尔滨的阿城区 省委常委秘书长张于浦 副省长李毅 在哈尔滨市南港区督导 你就知道所有的省委的 就是说省领导就都在这了 什么省什么人大纪委 反正你就判了政法委 什么常务副省长 宣传部部长 省纪委书记 统战部部长 什么反正所有的部长 组绿部部长 还有秘书长全部都下去了 派的就是说反正各个区 每个区都派的一个差不多 每个区派的一个省领导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怎么说 以前我们在天津的时候 区里有事 区长下来就不得了了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在区里边搞一个活动 我那时候不也参加工作了 然后我们一块去 那是我们年轻二十出头 刚毕业 刚参加工作 去了一块说一会区长要过来 要视察搞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帮着布置会场 然后你知道政府搞活动 就是卧虎藏龙 你知道吗 来的这里边什么人都有 你知道吗 可有意思了 来了之后就有一个男的 他是区里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的 我们过来 你们过来 跟我还搬这东西来 然后他还真是 人家也是个领导 还不犀利 他不是光让我们搬 他真的他帮着我们一起搬 对我们一块就跟着搬 搬搬搬 就往外搬花盆 还有布置会场 然后对面是个工地 在这弄 保土洋伤的还特别吵 然后他就跟谁说 去去去 问他们 他们哪个是头 告诉他们停停 全停 都停在那儿 别干了 一会儿区长来 能弄得这么暴凉 上区长一看 这不多脏了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不知道找了个谁 对面就赶快跑过去了 就跟对面说 说你们停不停 别干了 对面帮工头说 你们别扯了 我不干 我不干 我们那钱怎么办 对不对 我得挣钱 我得赶工 你们别逗了 回来跟他说 帮工头不停 然后就问 对面是归谁赶 知道吗 然后你跟他说 归谁谁管 抄一电话来 打开电话 两个分钟 对面全停 整个全停了 所有的民工都不干活了 所有的机器都不干了 然后民工也 民工也愣了 不是 你知道吗 然后民工都歇了 然后蹲在对面 往路边上 蹲在看什么 没有 看我们干嘛 看我们要干嘛 到底要干嘛 为什么都停了 你知道吗 就跟你说 就说 就不要说市里的 听好了 就驱离一个 包一块 搬花皮的 抄一电话 对面就全停了 你就知道 这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就是权力 你懂吗 然后我们还有一次 搞活动 我们那时候 我们不也负责照相 然后负责照相 照相抢位置 你知道吗 当然咱就说这事 照相 后想抢位置 特别没有意思 为什么我照相 就是说搞爱好 我不愿意跟去泡的 拍新闻摄影 就跟打篮球似的 跟抢篮板差不多 你刚抢印好位置 过来一个人 就给你挤一边去了 你知道吗 你就天天为了 就游戏新闻摄影 就为了这个 天天的就没事 就光上打架了 你知道吗 互相 你一磕 你要把互相晾胳膊肘 让你看打篮球 你看打篮球 把互相晾胳膊肘 知道吗 大铁肘子就过去了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年轻 跟着了算是前辈 一块去 然后杠一下 就给我们 就给顶开了 顶开了 我们对吧 后来一看对面 是你知道吧 反正人家级别比我们高 你知道吗 远不高 我们回来了 后来我们气不过 去了 后边又跟一个说 后边级别更高 去了之后 跟他们领导说 然后他们领导 滚蛋 跟他们叫走了 所以你知道吧 这就是 你想这还就是一个区里面 你知道吗 就官大一击 压死人 到这种地步 你知道吗 这要是市里来的人 那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区里的看到市里来的人 都是一个个的 都装着 都跟小白兔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就是说 真的 你在机关什么工作过 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 就里边 这个省里边 你想省组织部部长 那是什么级别 我天 省组织部长 直接到市里来督导了 直接派到哈尔滨市 阿城区了 你想区里 一看 我妈 省组组织部长 那个级别 就是说 就掌握非常大实权 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安排什么 都不都是从那儿过 你知道吗 所以 你就 反正 你可以想象 下边就都已经 对 这真的 这省领导派到区里去 那就已经炸了锅了 区里边 所有的领导都 因为省领导来了 你区里领导都得过来 坐里过来坐牌 就所有的都调动起来了 所有的都没有 没有在休息了 什么 全都过来 到这种地步 有人跟我说 他们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在区里边 就是说吧 自己搭了 马路上搭帐帕 让我设一个 就是那种防疫防疫站 知道吗 设路障 你只要过 给你怼上 你知道吗 就到了这种地步 知道吗 三不一港 五不一事 你知道吗 过 你只要从马路边一过 先给你测测 然后健康马 就已经 就有点像日伪时区 被日军占领了 你知道吗 就是 汉奸 这不是什么 特务间谍有点那种 那种感觉的 反正 这个也是说 对不对 的确黑龙江自己 干的不好 被国务院派了多刀组去 省领导 这就是 展示就可以说 这就是疯了 这么 省领导派到下面去 我觉得 反正中国这点来讲 你还是得服 中央就直接扔下去之后 真的就是说 要说以前说说 政令不出中南海 这好 政令就从上面一直贯彻到最后 真的就到了马路口的路障里边 到了它那小帐篷里 就能一直按到这下去 我觉得 按这种力度来讲 我觉得黑龙江把疫情 应该很快能控制住 不过我相信 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是会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 孰利孰弊 不好说 反正这就是中国官场的一个 怎么说 你要是你往好处看 你觉得这是 对不对 真的就是说 竭尽一切全力了 要跟病毒共存亡 要跟病毒决一死战 你要看不好 你就觉得就是一场中国官场的荒诞剧 反正让你看着 怎么说 就非常中国 只能这么说 是不是 这就是中国 这也不算褒义 也不算贬义 反正这就是中国 这是中国官场 好吧 这一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